福音朋友 弟兄姊妹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来的卢姊妹 感谢主 我是来自很典型的台湾人家庭 初一十五逢年过节 我的母亲总是会准备很多的祭生 很虔诚的拜 我常常问她 那坐在上面的知道你在拜她吗 我猫是个敬鬼神的人 她觉得我这话太不尊敬神明了 所以我从来没有得过答案 所以我常常幻想 就说我一定不是这里的人 不然为什么我不懂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没有看过太空电影 如果我看过的话 我一定以为我是外星人 1984年 我随着我的丈夫到了多伦多 两个儿子相继的出生 然后我又开始 我是全职的妈妈 我又开始思考 我到底是从哪里来 我到底是不是这里的人 结果呢有一个朋友是信佛的 他就带我去了 我就跟着他去 如是道 各宗各派 我大概都去了 感谢主 我的经书也是一落一落的 但是都是我看不懂的 那个时候呢 我真的是很苦恼 我看不懂 结果在91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密宗大师 替我们扎手针 就是扎针在手掌里面的 然后那个人也会看命像 所以他看完之后就跟我朋友说 你要告诉你的朋友 他95年要小心一点 我当时十分的害怕 因为我想我要么就是得重病 要么就是出意外 所以我想我还是业障太神 业障就是罪 所以我最好是打坐修行啊 这些该可以靠修行来弥补的 我都做了 可是我越做越苦恼 然后像刚刚他们这对夫妻一样 我那个时候的身体是非常的不好 我最严重的就是我的偏头重 偏头痛 migrant headache 我非常的严重 而且都是定时的 我没有办法理解 不过感谢主 因为我是一个寻求的人 主就拆派了一位弟兄姊妹到我的身边来 带我进入张会生活 我第一次看到像大家一样这么可爱的笑脸 但是我就觉得说 哎呀 这个就是我在寻找的 我已经回到家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开始跟他们认真研究 我很认真从小牌 主日 甚至特会 我几乎没有断过 然后我还是福音朋友 结果我也服侍 结果就到了 就是服侍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们觉得我应该得救了 可是没有人敢跟我问说 你要不要受尽 结果呢 大概也我的态度也不够好 结果后来他们就让我说 开始读那个 就是我读到第三课 了结往事 清理旧生活 哦我才懂 原来我需要清理我的旧生活 我的旧生活就是那一落一落的经书 还有一些我根本就是看不懂的一些东西 还有一些偶像 我后来那时候看我都会害怕的一些偶像 所以我全部交给弟兄们去处理 结果处理完以后 我的头痛就没有了 可是我是没有去注意的这个情况下 他完全不见了 那2000年我随着我的弟兄 我的先生 那个时候是他没有信主 就搬到了蒙特利尔 然后搬到蒙特利尔 我又碰到一个密宗的朋友 我才想起来这个91年这个密宗大师 曾经给我的一些 一些的那个就是他的一些 怎么说 他算的命 结果我才知道 原来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的命是不在他们的手中 他们看不见也看不清楚 其实也对 因为加班太书二章二十节说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后来我经过我的祷告祈求 我的孩子得救 我的弟兄也得救 我们全家就过得很快乐的生活 但是就是有一个后悔 我弟兄十年后才受尽 所以我真的是很希望弟兄姊妹 或者是你们接触的福音朋友 今天就要受尽 因为神掌管我们的明天 但是我们今天就相信他 然后我祝福大家弟兄姊妹 祝福福音朋友 今天就能够得救 而且全家就得救 Amen 谢谢